大家好,我是刘逸 评估是我们餐桌上特别受欢迎的菌类食材之一 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家做的时候 不是焯水就是直接炒 其实是不对的 今天就把饭店的详细做法和技巧分享给大家 像这样做出来 鲜香嫩滑,老少皆宜 既营养又美味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来准备平菇大概半斤左右 一定要挑选这种新鲜颜色鲜亮的 吃起来口感和营养才会更好一些 用手在边缘轻轻应接不出水 而且拿在手中分量特别轻的 这种品质最好 接着用剪刀剪掉根部不要 再像这样慢慢的掰开 再撕成大小均匀的块 这样不仅方便清洗 而且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和成熟 全部撕好后 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再倒入少许的白醋 这两样能起到杀菌和消毒的作用 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用手翻动几下 浸泡三分钟左右 接着来准备一些配料 少许的青红辣椒 这个主要是搭配颜色 又增加清香的辣味 如果不喜欢吃太辣的朋友 就不要放 我会用韭菜 青蒜苗或者是小葱代替 然后放入水中 清洗干净 评估泡的时间 切记不要太长 然后清洗干净 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通过浸泡 能够很好地去除一些 其他残留和虫卵 清洗至水不再浑浊后 捞出把水分挤干 装入小盆中 接下来把辣椒斜刀切成片 切好后 装入盆中 再来准备小料 大蒜稍微多一点 先拍破 再剁碎 少许的大葱 切成葱花 切好后 装入盆中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进行下一步操作 起锅烧水 水开后 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 而且汆烫出来 色泽更鲜亮一些 云类食材 在食用之前 建议大家 一定要通过焯水 再来炒 或者是烧 主要是去除炒酸 这样吃起来才健康 用勺子都推动几下 让其瘦热均匀 大概30秒钟左右就可以 用漏勺捞出 把水分挤干 接着把锅烧干后 放入少许的菜籽油 熬出香味 接着倒入平菇翻炒 不要是炒出表面多油的水分 这样比直接炒 吃起来味道更香一些 炒至表面稍微发黄 先盛出来 接着锅中 放入适量的菜籽油 和少许的猪油 做这样的素菜 一定要放入少许的荤油 吃起来味道更浓香一些 炒热后 关中小火 下入葱蒜末炒出香味 一定要炒至微滑 这样味道才香 接着从锅边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和10克左右的蚝油增加鲜味 继续多翻炒几下 炒至酱香味浓郁 再倒入炒锅的平菇翻炒 从锅边放入少许的清水 这样平菇烧制的时候 会更好的入味 感觉颜色偏浅的 可以放入少许的老抽 这时候 倒入切好的青红辣椒 把火开大一点 烧出清香味后 接着来调味 放入少许的食盐 小半少的胡椒粉 加香味 少许的白糖 中和味道提鲜味 继续用勺子多翻动几下 化开调料 烧至汤至渐少 再用少许的淀粉水 多个薄芡 目的是让平菇吃起来 既嫩黄 而且又入味 烧至汁干晾油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可以看一下最终的成品 是不是很有食欲 很适合口味偏清淡 吃素的朋友 像这样做出来 与吃肉还香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嫩滑入味 下酒又下饭的 好友评估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